不過我們現在看是影響面 張賢耀是處理兩岸事務的 一個非常高的官員 對於張賢耀現在被說 可能是共諜 涉及泄密這樣的情況 對於兩岸關係之後 會造成什麼樣的殺傷力呢 因為我覺得 也要分兩個層次來講 一個說對台灣內部來說 譬如說 我是也是內部的談判人員 對台灣社會來說 我們第一線的談判代表 居然被吸收了 那怎麼他有可能 在談判桌上保護我們的利益嗎 然後大部分民眾都會想說 那我們的利益是不是被出賣了 所以大家會開始質疑 然後對於海基跟海鞋 開始也會很不信任 對兩岸談判也會不信任 然後另外一個是對 談判代表本身 因為想說 我常常跟大陸人接觸 然後我跟他多講一句 我會不會被變成是泄密 因為有時候你看了很多 機密性的公文 你可能印象還有一些報紙 你可能有時候 私下的交流的時候 你可能就說溜了嘴 因為如果在談判桌上 正式這樣來往 我覺得是比較不太可能 可是問題是他們還有私下的互動 那這樣就會影響到兩岸官員之間的 或者是談判人員之間的私下的互動 就會覺得說 那我跟你講話我真的要小心 然後大家以後都板著臉 或者是我舉個例子好了 比如說兩岸現在 陸委會跟國台辦不是有聯繫管道嗎 那大家在打電話的時候 會不會說 你們這次談判要派誰來啊 那可是問題是可能是兩個星期之後才會公佈 那我先跟你說小王要去 那這樣算不算是機密 所以這個機密的等級它就會 讓大家會覺得說會不會有一個寒蟬效應 以後跟北京打交道我就會小心一點 或者是謹慎一點 那這樣子可能大家之間的關係就會往下盪 這是國內的部分對不對 對於大陸方面呢 大陸方面他也會覺得說 因為你一直在朝那個共諜 或者是我們這邊間諜這樣跌來跌去 他也會覺得說你們這樣是不是故意的 他也會擔心 因為對他們來說 他們覺得說現在是兩岸關係最好的時期 他們希望說能穩步發展 然後把兩岸關係往前推 可是你這樣子來說的話 北京他也會覺得說你 他可能會有一些陰謀的想法 就是說你馬政府到底是在處理兩岸關係 你是故意做的呢 還是是因為你內部你沒有辦法控制 他也會有不同的想法